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天我们请到了四位嘉宾和我们来探讨这个问题 先欢迎大家的到来 我们先来聊一聊 在大家的印象当中 大家对抑郁症有什么样的认识和态度呢 我觉得吧 这抑郁症首先是不开心 还有就是钻牛角尖 特别较真 我的感觉就是情绪低落 对什么都不感兴趣 我觉得应该是比较内向的人 不爱说话 这样容易得抑郁症 袁叔叔和李阿姨是两口子 李阿姨您的观点和袁叔叔是一致的吗 我感觉应该是比较固执啊 不喝球的人应该是 那实际情况真的如此吗 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一位专家和您来聊一聊 有关于抑郁症的问题 让我们欢迎来自于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的副院长 斯天梅 欢迎斯院长 您好 欢迎您 在工作当中呢 苏院长每天会接触很多的抑郁症的患者 那可能在我们普通的老百姓的心目当中呢 我们总觉得是内向的 不爱说话的 不善交流的人 更容易患上抑郁症 那您了解的真实的情况 又是什么样子的呢 其实大家理解的 确实是抑郁症的一些典型的症状 但是在我们的临床工作中 碰到的抑郁症 它的表现非常多样性 还有很多的症状是属于隐匿性的 并不是我们常看到的闷闷不乐 所以我今天呢 就给大家带来几个病例 我跟大家一一展现一下 还有哪些症状是隐匿性的 大家平时觉察不到 好 这样也可以让我们更全面地来认识抑郁症 那我们先来看一看 寺院长带来的第一个抑郁症的隐匿症状 四十岁的子宁 拥有着让人羡慕的高薪工作和幸福家庭 他说他所拥有的一切都离不开不服输 且能吃苦的性格 用同事的话说 子宁可是一个眼里揉不得沙子的人 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 处处都会追求完美 有一次 同事和他一起出差去机场 因为路上堵车 同事比约定时间晚到了五分钟 就引来子宁严肃的批评 追求完美的性格 不仅让同事们觉得身心疲惫 而且也时常会让他自己 处在情绪崩溃的边缘 无奈之下 他只能寻求医生的帮助 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他被诊断为中度抑郁症 按说完美主义是一个不好意思 为什么这个和抑郁症也会产生联系呢 当这个病人到我的诊室的时候 未成开言先痛哭 大概哭了有五分钟 我慢慢把他安抚下来 然后跟他沟通 他就说起了 他其实是压力非常大 那他自己呢 是一个性格上追求完美的人 那他平时就是当他 给他布置一个工作 他首先会想 我能不能完成这个工作 那我要完成不了 那别人该怎么看我 长期下来我的工作 能不能保得住 所以他始终是从这样一个角度 去考虑他的工作 虽然看上去 他做事很雷厉风行 就是要求很完美 但是他把每一件事情 他压力想象的都很大 就是过度地去追求完美 其实他自己很忽略自己的感受 所以在这个长期下来 所以他变得就内心的很紧张 比如说晚上当他独处的时候 他其实是非常自卑 他情绪很低 他也觉得特别悲观 失望 甚至自己会觉得 自己做得还不够好 所以他会觉得特别疲乏 特别累 因为长期的负面情绪 他的精神和身体发生了崩溃 导致他发展到抑郁症 但是我们常说 如果一个人他追求完美的话 那就希望能够成为更好的自己 这是一种积极的生活态度 但是为什么时间一长 就会给我们的生理和心理 都带来一系列的改变呢 抑郁症的表现非常复杂 它的形成原因也很复杂 有一句话叫亚斯洛特的 最后一个稻草 但是对抑郁症的发生来讲 这个最后一个稻草 仅仅是一个诱因 他以前经历的所有的稻草 都是他抑郁症发生的这个原因 我们生活中都需要一些压力 因为压力是我们行动的动力 但是过分的压力 可能对我们的身体和心理 会造成一些负面的影响 那么他们在外面表现出来的是 谈笑风声 雷厉风行 做的事业也很有成 但是当他们回到家独处的时候 他们就进入一种悲观 失望 沮丧 也感觉到精力不足 这样一个状态 所以说我们看到的抑郁症 不仅仅是有闷闷不乐 那么一些追求完美的 喜欢缩笑的人 也有可能是抑郁症患者 我们有一个词来形容这种状态 叫微笑型抑郁 所以我们带着大家通过一个小测试 来看看您属不属于追求完美的 那一类型的人 大家可以通过一张图片来看一看 映入您眼帘的这个小动物 第一眼您看到的是小猫还是小老鼠 看到小猫的请举手 都看到的是小猫 没人看到小老鼠吗 有没有看到小老鼠的 我说在中间这个鼻子这儿像老鼠 李阿姨看到小老鼠了 对 刚才问的是大家的第一反应 我们四位嘉宾看到的都是小猫 但我估计很有可能 收看我们节目的有一些观众呢 看到的第一个小动物 就是中间的那个小老鼠 对 看到不同的动物能够提示什么呢 我看到李阿姨 其实在看到猫和老鼠中在犹豫 看到老鼠 说明是一个做事比较谨慎 追求完美 看到猫的可能是一个比较大度 平时做事不是那么钻牛角尖 做事还是想得开的一种性格特点 所以我们是希望通过这个小游戏 向大家传达一种理念 生活中处处都会有压力 大家要及时排解自己的压力 保持一个轻松的心态 能够管理好自己的情绪 保持一个愉快的心情 那接下来呢 我们带着大家一同来看 孙院长带来的第二个抑郁症的隐秘症状 今年35岁的小王是一名软件工程师 因为性格比较内向 所以平时很少出去和朋友进行社交 唯一能够帮他打发空闲时光的 就是培养了20年的极油爱好 每个月定期去邮局买邮票 再一张张地放进极油册里 没事的时候再拿出来和家人们一起分享一下 这些都已经成了小王每年都会做的规定动作 可是就在最近一年 家人发现小王不再去邮局买邮票 也不会再和他们分享 极油中发生的有趣故事了 而且在他的身上 经常还会出现受伤的痕迹 所有的改变让家人非常担心 后来在姐姐的陪同下 小王来到医院就诊 结果被诊断为抑郁症 体现在小王身上的隐匿症状是 兴趣爱好突然地消失了 我们真的没太想到 原来这个和抑郁症之间也是有关系的 小王他在20多年养成了一个极油的兴趣 说没就没 这个是难以理解的 此外呢 你看他的姐姐 看到他身上有一些划伤的痕迹 这其实也是抑郁症的一个信号 那为什么抑郁症会导致我们兴趣爱好 突然之间就消失了呢 我们每个人大脑中都有一个调节 我们兴趣和愉快感的这个系统 就是我们每个人对一个自己喜欢的活动 或者喜欢的场景 或者是一个喜欢的食物 都可能会让我们大脑释放出一些 像多巴胺 五腔四胺 内非钛等等这些化学物质 那这些化学物质呢 在调节我们的这种愉快感 会让我们变得有兴趣 我们把它称为快乐术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想 都希望去做 让我们感觉到快乐的事情 这是我们人的一个特点 叫行动的趋向性 在抑郁症的时候 那么我们大脑中这些神经系统 它的功能发生了紊乱 神经元的活动变得异常 快乐术分泌就下降了 所以会导致抑郁症的病人 出现一些兴趣下降 那我们主人翁小王 就是因为发生了抑郁症 那他可能大脑中 他的这种快乐术 就会分泌下降 所以他是二十多年养成的 机忧的习惯 这个兴趣也丧失了 那我们可以先问问四位嘉宾 有没有年轻的时候呢 特爱做这件事 但是最近这一段时间 或者是这几年 就不爱做这个事了 发生过吗 我差不多这一年多的时间 就感觉 就像刚才四教授说的 我就没有什么让我特快乐 特别开心的事情 我以前是长年吧 差不多有很长一段时间健身 然后我这一年多 我也不太想去 然后以前也是 跟我的好朋友们有聚会 每周就是很频繁 我这一年多几乎就没有 再跟他们见面 别人给我打电话 我就也没事 然后呢 我就找各种借口 我就不想见人 我从年轻开始就特别爱逛商场 吃点美食 买衣服啊 买鞋子啊 买了以后特别满足 可是后来家里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波折 之后呢 就没兴趣了 袁叔叔您呢 我没有觉得呀 自己有这方面的问题 我得说说我们老伴啊 原来他吧 对电视挺感兴趣的 摘着菜 洗着衣服 这边呢 必须得放着电视 反正是电视有事就成 最近这两年 我感觉对这个电视就烦了 我开始声音稍微大一点 马上就烦了 能不能没声啊 现在电视声音一大 我这心简直给跳出来似的 特别难声 就觉得特别别扭 没有兴趣了 就看电视 就改变了好像 这时候每个人在生活当中呢 都多少发现 以前特爱干的这件事呢 一段时间呢 就不喜欢做了 甚至是有一些厌恶了 那您能不能帮我们判断一下 我们会不会现在也存在着 发展成为抑郁症的隐秘的风险呢 刚才几位老师说的 情绪 兴趣都有下降 那这个呢 只是抑郁症的一个表现之一 我们每个人都有情绪 在遇到一些生活中的小的不顺 可能会出现情绪低 甚至有点烦躁 当这些事情解决 那我们的情绪就能恢复到正常 如果情绪问题持续下去 同时出现了兴趣的下降 就是全面的兴趣下降 像刚才几位讲的 同时还伴有一些 像烦躁啊 容易发脾气 感觉到很痛苦 影响了你的生活 甚至影响了你的工作 你不能做你平时常做的事情 遇到这种情况 那超过至少两周以上的时间 这种状态 大家可以考虑一下 是不是有抑郁症的风险 但需要到专业的机构 去进行诊量 那能不能有一些小测试 帮我们来了解一下 我们目前的这个情绪 是否已经偏向于抑郁情绪了呢 今天呢 我就带了一个画板 请我们各位嘉宾在画板上 把自己想象中的画画出来 图画中要把人 树 还有房子包括在内 大家画得怎么样 画好了吗 好了 好 那我们给大家展示一下 您的画吧 那四月长 您能从这四部画当中 读到什么呢 那我们先来看张希画的画 在张希的画中 是分为两部分 上一部分有房子 有树 有人 下半部分是空的 那能反映出张希 其实对生活特别渴望 渴望一些温馨的画面 一家人在房前 晒太阳 在嬉戏 但是下半部分是空的 那正好能反映了 你想象跟现实中 还是存在一定的差距 所以现在有一些惆怅 反映了一个目前的 有一定的抑郁的情绪 梁老师整个画面中 线条啊 房子 树很满 还有可以看到梁老师 这个树啊 它每一个枝条 就非常乱 非常多 有一个词叫 心乱如麻 来反映这种状态 就是遇到事情 我本能的反映就心乱如麻 可能会容易紧张 容易焦虑 是的 袁叔叔的话呢 也比较丰满 那么他特别渴望 去沐浴阳光 但他把阳光 放在房子的一侧 他把这个人 放在一个房子后面 这反映出袁叔叔 可能在日常的生活中 遇到事情容易逃避回避 不是那么积极主动 去面对 去直面 去解决这样一个状态 在抑郁症的病人中 这也是非常普遍的 是的 你说得非常对 李阿姨这幅话呢 也比较满 阳光也直射 感受到很好 但是李阿姨 在人的描述上 那些笔墨非常多 反映出李阿姨 可能有一些焦虑 但她这个焦虑 反映在是 对身体的过分关注上 身体这些不舒服 所以她很多 很小细节的一个描述 笔墨就全部 集中在她 个人的这个身体上面 所以从这个四幅画中 反映出了四位老师 可能他们会有一些 不同程度的 抑郁相关的症状 看来确实这样的一些 绘画的游戏 是能够反映我们的 心理和情绪的变化的 那有这方面的 小小的隐患 或者是隐匿的小症状 咱们现在呢 就可以关注一下 或者是寻求我们 专业医生的帮助 这也是很有必要的 好 辛苦大家了 我们接下来 再来看一个病例 钢琴九级 数学竞赛一等奖 书法比赛全国金奖 市级三好学生称号 这些被人羡慕的光环 都集中在了 小明一个人的身上 从小到大 他都是家长们口中 别人家的孩子 妈妈也常常因为 他的优秀而暗自喜悦 可这些娇人的成绩 并没有让他们停下脚步 反而妈妈让他 学习的内容越来越多 甚至周末的时间 都被安排得满满的 就在最近这一年 妈妈发现 小明上课经常走神 而且在校内的成绩 也是一落千丈 开始以为 是因为骄傲贪玩 影响了成绩 所以对他总是 各种批评和指责 慢慢的 小明开始拒绝和妈妈 进行任何交流 万分焦急的妈妈 只能带着他来到了医院 寻求帮助 最后小明被确诊为 轻度抑郁症 小明还是一个孩子 在您接触的病人当中 现在小孩得抑郁症的情况多吗 据现在的流行病学调查 儿童青少年的 抑郁症的患病率 是有增高的趋势 而且他的发病年龄 成低龄化 在我的门诊中 我见到过的病人 最小的是 八岁的一个小女孩 所以现在小孩子 也有可能会得上抑郁症 作为家长 就更应该关心 他们身体和心理上的变化了 那在小明的身上 体现比较明显的是 学习成绩明显地下降了 那抑郁症 为什么还会导致 他的学习成绩突降了呢 儿童青少年 这个年龄阶段 他对情绪的表达 不像成年人那么清晰 所以他们患郁症以后 更多地表现出来的是一些 行为上的症状 比如厌学 是最常见的 像本片中小明 他的主要的表现 就是一个厌学 包括跟家长的抵触和冲突 那很多人还会有这样的疑惑 说孩子本来是天真无邪的 无忧无虑的 那他们内心的这个压力 究竟来自于哪里 就您的观察 您的答案是什么呢 儿童青少年 他的一些压力 我们成年人不一定能体会到 不同的年龄阶段 对压力的体验 或者是承受是不一样的 对青少年来讲 学习压力 还有在学校里 同学交往的压力 学校生活的压力 对这个年龄阶段的孩子来讲 都可能是一些压力 比如说学习 是他们日常的生活 他会把这个学习 过分地看重 我必须得学到最好 我学到最好 我是让妈妈高兴 老师也会很高兴 同学会对我有一个比较好的印象 所以他们在这种压力下 会导致长期下来 会有一个疲惫状态 那么还有一个因素 就是孩子缺少一些 应对这些压力的方式 减压的方法 就是他不能有效地去排解 他自己的压力 我想问问张希 你家小孩现在上几年级了 我们家孩子现在上一年级 一年级应该压力还没有那么大吧 你对他的要求高吗 主要是我本身不是一个 特别高要求的人 但是我身边 就是太多太多的这种家长 就是我看到的 就是从周末从早到晚 不停地在上课外班 然后几乎就中午 除了吃饭的时间 都是在赶着去上课外班 要不就是赶着去上课外班的路上 就是完全没有空余的时间去玩 所以现在小孩真的挺让人心疼 非常累 看着就是很累的 以前我们上那个班叫兴趣班 就是小孩真正是 对这个事情有兴趣才去学习 现在可不是这样 现在真的是 就像完成任务 考机不停地在考 那孙院长您了解到的情况 比如说什么样的家庭 容易培养出这种 有抑郁倾向的孩子呢 孩子是一个心理状态 和身体状态 快速成长的一个阶段 那么他们非常容易 受到环境因素的影响 那么事实上呢 目前也没有说 有一个肯定的研究 提示有一个肯定的结论 什么样的家庭就一定会有 抑郁症的高危因素 但实际上在有一些家庭 可能有一些这个培养过程中的 这个压力可能会加重 孩子成长的压力 那比如说有一类型的家庭 是属于过度保护型的家庭 有可能会培养出像妈宝男行的男孩 就是在孩子成长过程中 妈妈全部替孩子去做主 做规划 不考虑孩子的个人的兴趣 个人的这个潜力 那么除了学习 妈妈不让这个孩子碰任何事情 实际上这种培养方式 就剥夺了孩子 他要去学会 应对各种问题的能力 他是剥夺了这种机会 第二个类型的家庭 就是妈妈强势型的家庭 这样可能会让孩子 是比较不自信的 因为比较强势的妈妈 工作一般很有成就 对孩子来讲要求也会比较高 一旦孩子做的过程中 达不到妈妈的要求 妈妈对这个孩子批评 指责 可能会打击孩子的自信心 它形成一个比较自卑的 不自信的这种性格特点 那么久而久之 当这些孩子再遇到一些 环境压力 就有可能变得心理压力比较大 容易成为抑郁症发展的危险因素 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个 我前几天看到一个病例 是一个大二的学生 这个孩子的家庭 她妈妈很能干 是一个企业的高管 那么同时妈妈对这个孩子 她很多事情都代办 包办 包括孩子的 这个兴趣班的这个选择 大学报考专业 报考学校 基本都是妈妈代办 那因此呢 在这孩子上了大学以后 没有妈妈 在身边监督 她就逐渐表现出 应对能力不足 跟宿舍同学相处 有一定的困难 同时呢 她在学业课程的选择 专科的选择上 都越遇到一些困难 因此在到了大二的时候 她就适应非常困难 就变得很严重 最后发展成为抑郁症 所以说 像我刚才讲的 两个家庭的类型 都有可能会增加孩子 在成长以后 走向社会 遇到的压力 所以父母在教育孩子的时候 给孩子一些成长机会 让他自己独立地去学会 应对解决问题的这种能力 那么当他走向社会 他就可以独立地来解决 他自己的问题 这样会减少他的一些压力 会减少发展到抑郁症的风险 对 我觉得作为家长 真的应该随时观察孩子的 各种各样的情绪 心理 行为方式的变化 你发现有厌学 成绩下降 特别地闷闷不乐 也不愿意跟小同学 小朋友进行交流 那真的要好好地想一想 什么原因所引起的 同时赶紧调整 自己的教育方法 那我们接下来看看 司院长带来的下一个病例 抑郁症还有什么样的隐秘症状 今年69岁的黄阿姨 退休前是一名大学教授 孩子们也都成家立业 有着幸福的生活 在旁人看来 黄阿姨本应该享受 幸福的退休生活 可是就在最近这三年 她总是怀疑自己得了恶性疾病 每天都在不同的医院 不同的科室里 进行各种检查 总是希望能确定自己 是否得了很重的疾病 其他科医生 在了解黄阿姨的就医经历 并仔细翻阅了 各项检查结果后 建议她到精神科去就诊 就这样 黄阿姨在家人的陪同下 来到精神科就诊 最后被确诊为抑郁症 总怀疑自己得了重病 居然这个也是抑郁症的表现 据她女儿的介绍 她每次跟黄阿姨打电话 黄阿姨不是在医院进行检查中 就是去医院检查的这个路上 那黄阿姨的这个表现呢 在我们的专业中 有一个术语叫疑病 总怀疑自己身体有症状 就像刚才李阿姨画的那幅画 很多笔墨是集中在她自己身上 也能反映出 她平时是对她自己很关注的 我就是经常的 说浑身疼啊 疼的简直就横不弄 都不敢动了就疼 完了我心想这浑身 能是不是得股癌了 自己这么想 想的太多了 完了一会儿头疼 因为以前五十多岁的时候 照到这边说我有得过脑梗 不过就轻微的是吧 我这边又疼 我心想得了脑梗了这又 好 这要一下子梗了 躺在床上不能动了是吧 特害怕也是 结果上医院做喝瓷 也不是 也没事 没事呢就没事吧 经常呢 心慌 心跳 完了以后这个就跳得特别难受 完了又夜里的练跳得出嘘汗 这我又害怕了 我就心想了我们楼里有一个人 就是出嘘汗 夜里这个心疼也不是憋闷的 结果上医院在半路上就死了 我心想了 好 是不是得了心疼了 越害怕 睡不着觉 完了就疼的 就觉得特别难受 老伴给我配着上医院的夜里 结果呢 你检查一看出来那个数据 神疼也没有 后来我也不知道 到底是这心脏是真有毛病 还是他这个神经是有问题 在临床中 我碰到的这种病例非常多 像老年人 还有一些年轻人也可能会有 在大夏天会感觉到身体发冷 甚至穿得很厚 我在夏天见到的一个病人 穿的羽绒服来进门诊来做检查 那还有碰到的病人 他会身体上发热 在冬天他会感觉到身体发烧 所以嘴里总是在含着冰块 在降温 那还有一些病人 就是身体上的各处的疼痛 头疼 背疼 腹痛 全身的这种疼痛 所以这些病人 他会怀疑 认为是他们躯体上的症状 而这些躯体症状 会把他的情绪症状 情绪低压 兴趣减退 被掩盖 随他们流连于各个科去检查 对于检查出来的结果 那么他还不认可 所以他会频繁地到 各家医院去做检查 那么如果医生给他推荐精神科 他其实是有些不高兴 当然就是像我们本片中的黄阿姨 最后在他女儿的劝缩下 把他带到精神科 那么诊断是抑郁症 如果要是产生了抑郁症的话 为什么我们全身会有那么多各种各样的不适感呢 那么我们前面也提到了 抑郁症本身它的发生是因为大脑中 神经系统的功能发生了异常 就是大脑的功能紊乱 导致一些脑内的神经地质 化学物质释放减少 会让我们机体胶感神经和负胶感神经出现了紊乱 所以会导致身体表现出各种的不舒服的症状 所以这些病人他的感受是真实的 但是去做各种检查 并没有身体上的各种具体的病变 因此也是建议如果说我们感觉到很不舒服 去医院检查 没有问题 大家可以试着去精神科看看 可能能把你这个问题给你解决 没错 其实刚刚我们说的那四个症状 都非常的隐秘 如果真的要是在我们身上出现的时候 也不会第一时间和抑郁症产生一定的联系 但是通过您的介绍 咱们现在多少对这个抑郁症认知的范围 又扩大了一些了 那接下来其实还有一些抑郁症的隐秘的症状 也特别容易被大家忽视 我们继续来看寺院长带来的病例 65岁的王先生 退休之前是一家企业的高管 无论是工作能力还是学习能力 都是超乎常人的 可就在退休之后 儿女们发现他的很多能力 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退化 以前教老人使用智能手机 老人很快就能学会 可是现在刚教完老人家 就忘得一干二净 这些变化也让王先生从内心里 有了一种自卑感和无用感 后来在儿女的陪同下 老人来到精神科就诊 被确诊为轻度抑郁症 在王先生身上体现的症状就是 能力变差了 那刚才其实也提到 王先生稍微上点年岁了 我觉得这种能力变差特别容易和老年痴呆 也发生能力变差的这个现象 不太容易区分开来 那从您的观察上来说 这两者有明显的不同吗 那么对于痴呆早期和抑郁症的这个鉴别 其实是一个很难的专业技术问题 但是主要有三点是比较突出的 第一个就是这两者疾病 它还是有不同的基础 所以它们在表现上还有一些差别 所以往往做一些影像学检查 或做一些化验检查 那么能够看到痴呆的病人 他还有一些其他的病变 这两个可以做一些鉴别 第二个就是对于抑郁症病人的这种能力变差 它其实会伴随着很明显的情绪问题 就像片中的一个主人公 他因为能力变差 他会有一些自卑 情绪的低 所以对于抑郁症病人的能力变差 他的抑郁情绪就是导致他能力变差的元凶 那第三点来讲 抑郁症病人的能力变差 会随着他抑郁症的一个治疗 症状的减轻 他的能力是可以恢复的 而这个痴呆的病人 他其实是一个全面的智能的减退 所以它是一个进行性的 一个退化的一个过程 很难恢复 那您提到如果是因为抑郁症 所导致的能力变差 主要体现在哪些能力上呢 注意力容易分散 注意力不集中 爱忘事 尤其是刚缩的事 一会就忘了 动作还比较慢 思考问题也比较慢 情绪还低 所以这五类症状 在老年抑郁症的病人中 是比较常见的 那刚才司院长提到的 这种能力变差 在哪位嘉宾的身上 体现出来了呢 梁老师和李阿姨都有 梁老师您哪方面的能力变差了呢 以前做什么事 很麻利快地就做完了 现在做一个事吧 一上午磨磨磨叽叽也做不完 还有就对问题的判断能力 比如说我这个事到底这样做呢 还是这样做呢 还是这样做呢 这三个事到底怎么着好呢 想来想去想来想去 这一天也没做 就是这些事情变得完全跟以前不一样了 我呢以前挺爱跳广场舞的 学得也快 特别还自己还愿意站到第一排 显示自己跳得好 结果呢就最近一两年两三年吧 就觉得学一个新花样 学也学不好 自己也感觉不是人家了 完了以后就想着 得了我也不想去了 别叫人笑话 你学这么慢跟人家影响别人 以后就不去了 他不但说对广场舞啊 这个不感兴趣了 动作也特别迟缓了 在家里边 家务事方面也反映出来 那天我在屋里看书 我就听见那个厨房那边 我们家有烟雾报警器 就那个 叮叮叮就响 后来我赶紧推厨房一看 满屋都是烟 后来过去我一看 不但锅底没了 连中间那个溜东西 那个地儿都已经快给烧化了 整个全黑了 后来我一问的会儿 你溜什么 我溜包 我说怎么 你搁水了吗 六包子可能没搁水 连锅底全都给烧透 连那壁子全都给烧糊了 那整个的包子 全都黑色 全都黑焦炭一样了 如果没有 腰风半井气的话 更不好会着火的 太危险了 对 那请司员长大致判断一下 我们现在两位嘉宾出现的问题 是和 与症有关的 还是要考虑其他的因素呢 两位嘉宾的这问题 可能跟抑郁症的还是会更相关 因为像 梁老师出现的 记不住东西 但是还做事犹豫不决 下决定 做决定困难 还有就是做事比较拖拉 感觉做事的效率下降 那么在李阿姨呢 她其实是伴有的兴趣下降 其实她那个放水 可能是她注意力不集中 其实这是一个常识 但是如果记忆力不集中的话 她可能习惯性地端上去 忘加水这个步骤了 所以这在抑郁症的病人中 还是非常常见的 但是除了这些能力下降 她一定还有情绪的问题 还有兴趣的一个问题 所以经过这个抗抑郁的治疗 或者是大家接受一些调整 可能是可以缓解地减轻的 其实抑郁症 因为她的症状比较丰富 除了刚才讲述的 这五个病例所伴有的这些症状 此外呢 抑郁症病人外形上都会有一些特征 第一个特征 就是眉头紧锁 面露愁苦 第二个呢 面色灰暗 不那么光亮 第三个 抑郁症病人 她会表情变化比较少 不像我们健康的人 看上去那么轻松 那么灵动 当然了 单纯从这样的一些表现 我们也不能诊断 她就是抑郁症 还是要结合她其他的症状 像几位嘉宾刚才讲的 情绪低 兴趣减退 还有身体的不舒服 对什么事情 不再愿意参与这些活动 持续超过两周 让你自己感觉到很痛苦 或者是影响你的生活和工作 那建议大家到医院去就诊 那如果经过诊断 确实是得了抑郁症 现在有什么很好的办法 能够帮助大家来缓解问题呢 现在抑郁症也是一个 很常见的精神心理问题 一般轻度的抑郁症 其实是可以通过自我调解 或者是改变一下 大家的生活方式 比如规律生活 坚持运动 特别是做一些户外的运动 是可以促进我们大脑中 那个快乐术分泌 以及做一些心理治疗 轻度的抑郁症 是可以减轻或消失 那如果成为重重度的抑郁症 可能是需要药物治疗 以及联合一些物理治疗 大家呢 其实不要排斥药物治疗 现在的药物 总体上的安全性是良好的 那么我们还有一些中药治疗 比如像舒肝解育胶囊 来治疗轻中度的抑郁症 也是很有治疗效果的 好 非常感谢四位演讲今天的介绍 也感谢我们四位嘉宾的分享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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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